小时候,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想当警察 或许是因为我不是个正义感满满的好人 也更加不会去舍身救人吧 当年的我的确不是个当警察的料 但要当个警察局长,我倒是非常适合呢 欢迎来到你外来的频道 这里是三位警察 只留意游戏的标题和截图的话 看起来无非只是另一款策略模拟游戏而已 但游戏只用了短短两分钟半的开场 便铲除了我对它原本的印象 腐败,堕落,即使是像这样的形容词 来到这间地下酒吧,听起来也会像是一种战胜 身为福利宝的警察局长,的确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 但也唯有这里,才是城市最清净,最安全的地方 市长办公室那里,突然宣布我们即将离职的消息 让我不得已只好参加隔天的新闻发布会 好在当了几十年的局长 装杀是我的十八班无意之一 但无论如何,辞职一事绝非是我的意愿 发布会结束,才刚回到办公室不久 那位受人百般尊敬和爱戴的市长罗杰斯 便出现在我们前 180天 他让我接下来的180天里老老实实地干 然后再抱着英雄之名,卸下局长之任 福利宝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背后却充满各种败坏的风气以及不当的勾搭 不久前才传出我的老朋友 副局长肯德里克勾结黑帮的丑闻 市长无疑是以此为契机 想着顺势推翻旧局长 再把自己人安插在局长的位置上吧 我没有反驳的机会 更加没有挣扎的余地 调查妻子与其他人私奔的委托至今也毫无进展 此时,市里最大的黑暗势力 善德帮还登门拜访 希望我们能成为局里的下一任线人 除了丰厚的报酬 同时还能保证三十几年老朋友与他家人的命 这么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就是了 此时我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在推球前赚够个五十万 你知道本作最让我着迷的是什么吗 不是在极简的画风 也不是那写实的设定 而是每次做决定的瞬间 怎么说呢 先从警局内部开始说起 局内员工们会有各自的业务能力 所处班次、经历以及影响属性 比如说有的员工可能会因为续了酒而请假 有的甚至会直接不来上班 但老实说 只要局内人手充足 就算请假的理由是你家的狗狗过生日 我也还是会批的 明年再让他们补班就好 每位警员的经历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效率 甚至可能会在工作时候出现严重的错误 工作和休息 各自消耗和恢复一个经历点 所以要维持各个警员们的效率并不难 而业务能力则是出现在警员头顶的数字 有点像战斗力的存在 数字越高 该名警员就越靠谱 根据每一次的办案结果也会随时上下 比方说 作案人被捕 警员和平民皆会受伤 那基本有参与该案子的警员 都会获得10点的业务能力 不过游戏宣称只要超过150点就算合格 我的习惯也会让一些可靠的警员 带着新人一同出行当做培训 再不然也可以通过每个星期刷新的头衔徽章 颁发给你认为适合的警员 适合他们的业务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而该逻辑同样适用于侦查部队 室内偶尔会出现一些特别案件 需要派出侦查警员不断地收集关键作案图片 并根据线索推理出案件的经过 收集图片的效率将取决于该案件组长的能力 但要注意 途中也会收到一些错误的信息 俗话不是说办案有时候还需要运气吗 这里也一样 所收集到的图片并不会有所介绍 所以你的理解能力将直接影响整个办案流程的长短 结不了案 或许是因为图片内容不符案件的过程 也可能只是顺序不对 但好在只要用对图片 拼出正确的作案过程 游戏变会自动结案 让你处罚逮捕前一犯 警长过家家大致上也就如此 然而当局外势力出现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了 这天市政府发信件过来 因为一些狗屁理由而要求我在两天内 解雇所有黑人警察 嗯 我还真想亲自把那封信件给烧了 可惜游戏没有那样的选项 只好当做没看见的按下关闭键 但市政府最大利益在于他们拥有无限的资源 每隔五天 警局可以向市政府提交各种申请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好好利用吧 虽然不一定会皮就是了 其实不管选择帮或不帮助市政府 无非就是一通电话的差别而已 当做没看见的按下关闭键就好 我当然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就算眼睛闭得再近 火势还是一样会烧过来 这次市政府要求警方 以武力来恐吓而增压抗议者 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增压就增压吧 然而隔天 福利宝所有社报的头条 却是这样写的 因为该事件 检察官办公室寄来一份信件 要求我参加听证会 在否认我对女性有偏见之类的问题后 检察官才抛出关键的问题 是我下令以武力增压抗议活动的吗 我的选项有两个 不 如果还想好好干的话 应该只有一个吧 30年走来 我遭遇对酒精和学家麻木 已经无法借此抛开理性了 此时 眼前出现了一个身影 挡着我回家的去路 他杀不能杀的人 卖不该卖的货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 便成功再次做成事例如 要是换做任何一位老牌黑帮头目 他老者就被大卸八块 被人进合理位于了 他是瓦家 正当整座城市都还在琢磨 该怎么对待这个黑帮界的明日之星时 他已经将室内老牌黑帮的据点 烧成了平地 他对于我听说过他的大名 而感到惊讶和荣幸 在互相问含蓄暖后 他在我的手臂上写下他的联络方式 便匆匆离去了 一想到他是个大忙人 却还是抽空来探望我 或许该感到荣幸的是我吧 隔点早上 我家门前停了一辆红色车子 站在一旁抽烟的男子表示 今天他将充当我的时机 他保证会在我上班 但途中得先拐去一个重要的地方 如果昨天瓦家就已经早上门了 那今天会见我的人 除了他没有别人 此刻住在我眼前的 是掌管这室内最大黑势力的桑德 但就算是他也开始担心瓦家帮的崛起 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即将来临 而我只能透过猜测来选择最后胜利的一方 我的选择并不重要 但要我领着1000美金左右的周星 在退休前筹好50万绝对是不可能的 既然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自然也预料了会出现需要改变习惯的时候 自此 除了市民的报案以外 还多了一些特别请求 有的时候只要把眼睛闭好 过一会变得受到丰富的报酬 桑德和瓦家 选择帮谁的忙 谁就会在室内拥有更多的筹码 这场战争也会一直持续直到其中一方倒下为止 在与黑板合作 自然就能获得他们提供的特别服务 在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下 它将成为你的最后一手 这也是游戏最具魅力的地方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原则 从坏和更坏之间做决定 如果最终走向不如你的想象 那就当作没看见 把眼睛闭紧就好 游戏在玩法的细节上其实真的很棒 比方说 派出的警员可能还会因体验到 其他职业的乐趣而走进辞职 即使事件偶尔会需要你的灵场指挥 警局里面逐渐走路丰盛的叛徒 处理重塑江湖的连续杀人犯 等等的特别玩法 游戏玩法固然还有许多细节可以琢磨探讨 但我觉得这些小细节 请自下去体验会更加贴切吧 剧情作为卖点之一 除了铺垫过场以外 一切都还算过得去 尽管大多时候会以直线型的方式来叙说剧情 但张力却完全不容小事 本作中 除了你的良心以外 角色魅力会是影响你做决策的次要原因 要说的话 第30天开始才是剧情最重要的转折点 失去我对游戏的开场以来 第二次感受到游戏的魅力所在 身为警察所显现的是人性的问题 而贪婪和欲望才是福利宝最大的敌人 智商的权威换来的是违禁的责任 犹如果断的性格将使你走投无路 勇敢面对困难是英雄该做的事 但我认为这座城市所需要的是另一个无情的恶魔 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兴趣的话不妨去试试看吧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分享、订阅 以后的更多游戏资讯 我是海白史莱姆 我们下期再见